路口監視器來看 這棵樹木無預警的倒塌 當時交通繁忙 經過的車輛當場就被砸中 倒塌的樹木被連根拔起 橫躺在向上路中央 被重擊的汽車車頭毀損 看起來相當驚悚 就是剛好立登啊 車子走過來嘛 然後他就就馬上這樣倒下來 根本來不及的反應 台中市文興路河向上路口 中午十二點十四分左右 這棵巨大的路樹倒塌之後 現場一片凌亂 遠景放上交通鋪追 指揮交通署導車流 又工人隨後趕來拒斷樹枝 清理現場 被倒塌路樹砸中的車主 直呼太恐怖了 在路旁等待救援 至於路樹倒塌的原因 市府養工處的人員說 這些路就生長在柏佑路邊 生長條件已經不好 根部還受到了影響 但真正的原因 還有待相關單位進一步釐清